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前仔细检查了一番 这具摩尸果然没有磨合 算了 有这对古衣就足够了 你看 好锋利的骨剑 你大半夜不睡觉 跑来这里干嘛 这拳套以后就是本小姐的武器了 你不会真的要这件东西吧 要不我们来打一架试试 算了 我还有事要忙 谁让你大半夜考这么难闻的东西 搞得我浑身不舒服 这就到了 你给本小姐的赔偿了 每次看到这具摩尸 你都会感觉不舒服 难道你真跟这摩尸有什么关系 谁知道呢 好嘞 本小姐要去睡觉了 这丫头 这是摩尸的精神弓箭 不虽已余落 但也不会借你被卢等人 忽然说旋徒进行 我没想到这畜生的攻击能穿透屏障 消耗我的精神力量 这样下去可不行 可不行 可不行 神力小贼 我要搞事得太糟 天妖黄牛 绝不会放过你 云龙心眼果然对精神体有用 不管你生前如何强横 现在的你 不过只是一道 没有灵质的残缺气息罢了 还真是意味着收获 吞噬的这些残存气息似乎增长了我的精神力量 可不得了 死 啊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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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狗翼真是霸道 精英生生将我的紫云翼 碾出体内 想必威力也不小 有了这队古翼 再加上天眼九行翼 日后在中州 就算遭遇强敌 打不过时 也能全身而退 在那边 随身随身 我看走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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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计划成功了 跟上 他们追上来了 你的飞行速度太慢 我们先找地方避一避吧 大人呢 快 他们走了 现在我们安全了 多亏你了 你没受伤吧 只要那个毒女不出手 就没人能伤本王 今晚 今晚你有什么收获吗 三寿蛮荒诀 怎么了 可惜只是一卷 没什么用 这个 拿着 你把那两个老家伙也解决了 我和他果然还是有差距啊 这功法对十人租更有用 采琳你收着 那我拿去换一些炼制天魂融血丹的药材吧 刚才我从燕落天身上得来的 算是金燕宗的不传之谜 准确说 这是一种飞行斗技的制作方法 用高阶材料制作出实质性的巨翼 你若修炼成功 好处不小 那种飞行速度 别说你的紫云翼 就是我也追不上 这东西的价值 可比三寿蛮荒诀高多了 采琳你拿着 还是你拿着吧 怎么 我体内的经脉 不管是任性还是容纳毒 都比以往有了飞跃的蜕变 斗精呢 斗气怎么都消失了 这些斗气 竟然不容气旋运转 谁在从体内各个部位涌出 斗气化意 老师 看来天不惧我们仕途 那剑 不见了 所有的丹药和药材 或许 这便是我能活下来的原因吧 看来这灵魂融合 还是美杜莎女王占据上方 不过他们本就一体 吞天莽因她而生 她也因吞天莽而活 这女人虽然喜怒无常 但之前也多次帮过我 希望他们可以挺过这一关吧 不好 这星火烧得我暖洋洋的 并没有以往的破坏和剧动 难道被烧习惯了 既然星火对我无法造成伤害 那事实后讨债了 怎么回事 看样子你火力不足啊 想要内外夹击 靠这些老百姓可不管用了 这荧光究竟是什么东西 连星火都惧怕她 虽然不知道我沉睡时发生了什么 但这将是我对羽默心眼反攻的最大仪仗 这难道才是羽默心眼的本源吗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接下来我们该换换了 想跑 看样子 李杜莎女王即将彻底照顾身体 那她就真正计算为斗宗戒备的超级强者了 事实后融合两主一伙了 要是 报告血声量化成功吧 成与败就看此举了 在想那个小家伙 海朗 你也很担心硝烟吧 她离开迦马帝国也快三年了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那家伙看似人畜无害 其实狡诈着呢 海老不用太过担心 雅妃 萧鼎他们在米特尔家族有任何要求 务必尽量满足 嗯 海老您放心 不过 经过我的调查 好像云蓝宗在萧家人身上寻找着什么 萧家难道有让云蓝宗都动心的东西 自从云山卸去了云蕴的宗主之位 重新执掌云蓝宗 这云蓝宗是越来越诡异了 等着吧 我倒要看看 我倒要看看云蓝宗还能嚣张多久 我对萧炎的信心很足 等他再次踏足这个帝国时 就是云蓝宗翻天覆地的时刻 我有预感 那一天 并不远了 并不远了 要将允末新颜和青莲地性火香融合 才是修演焚厥中 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一步 两种异火之间抗决心情如此之强 难怪萧尔氏顶多只能掌控一种异火 不 若我没有坟决的话 想要将他们融合 是会因果自焚 成功了 成功了 第二种异火 陨落新颜 终于成功了 当年如丧家之犬一般 被坠杀出加玛帝国 甚至听到家族被毁 也只能咬牙将这番耻辱 吞进肚中 所有的隐忍 只为了这一天 我已经等待了太久 去吧 去吧 怎么回事 难道是一火相容的后遗症 当初老师提过 一火融合会出现一些问题 难道这种邪魔 该死的 原来出问题的是这东西 这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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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账的时候到了 快走开 没人可以命令本王 没想到你竟会玩火刺 这鬼东西究竟是什么 只要静下心来 不被这邪火控制 你我就能无恙 去去邪火 本王这就将你 这下糟糕了 狗糕了 狗糕了 有些不对劲 连黑盟的人也敢动 找死不成 怎么回事 黑盟不会放过你们的 死在我手上的黑盟的人 已经有三位输了 小燕子 放心吧 在我残活的这些时间里 我会把他们全部带入地狱 女王陛下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跟我说过 贵族实力后 第一个便是将你随时外断 这事是我不好 我小燕死的东西 只是 这条面并不仅仅是我自己的 还有太多没有完成的事情 如果女王愿意 我会承担所有的责任 给我闭嘴 你怎么不歇 我唯一能做的 便是交出命来 美兔莎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难道想一辈子待在这里 凭你一个人的力量 想要突破封印极为困难 若是我们联手 则要轻松许多 如何 走 出去后 定要让你这混蛋付出代价 月儿 你又在这里发呆啊 紫言 你说 他会不会还活着 被一伙吞噬 活下来的几率很低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最近心跳得厉害 好像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一般 好在当时勋儿不在 不然的话 没想到 林秀牙 柳晴和林燕 竟然真留下来了 其他一些强者大都离开了学院 闯荡大陆去了 林秀牙和柳晴是想在内院多修行一段时间 林燕那顽固的家伙 说他答应了萧炎要和他一起走 若是那小家伙还活着的话 恐怕连我也很难打败他了吧 现在还是先开塔吧 让大家修炼更为重要 大家记住 按秩序进入不可发生争夺 否则一周之内将被禁 他中有变过 所有人 立刻离开广场 快 该死的 是鱼若心炎 那东西又要爆发了 月儿 快走 快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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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炎 终于出来了